我们现在开始讲流数定理及其它们的应用 那么流数有些教材称之为阐数 那我们知道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Fz是一个解析函数的话 那么它在一个B区线上积分 它是等于力 这是我们科学积分定理给出来的 那么如果这个B区线内部包含了 包含着Fz的一些孤立起点 那么它的积分一般不为0 那么我们称这样的一个积分为它的一个流数 流数我们或者是阐数 英文叫Residual 它是这样的定义的 如果Z等于A是Fz的孤立起点 那么它的流数在这一点的流数定义为 例如数或者是阐数 这个Residual 我们叫F在A处 它是这样的一个积分 2πi分之1 这积分 Z减A 这个等于一个Rho Fz Dz 那么我们这流数是就是这样子定义 好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流数 流数的它的 流数它的一个计算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罗兰展示 我们就可以算得出 如果Fz 流数它的基本计算 它的值 我们看Fz 它是Sigma N从1到无穷大 这是C的负N Z的负N次 加上Sigma N从1到无穷大 这是CN N从0到无穷大 Z的N次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在这一点的流数 我们看 这是 积分 2πi分之1 Z减A 等于Rho 这个Fz Dz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等于2πi分之1 我们 要怎么说呢 我们看一下积分 这个求和 N从1到无穷大 C的负N 那么C的负N Z的N次 这个积分 Z减A 等于Rho 这是C的N负N 这是Z的N次 Dz 再加上2πi分之1 求和N从0到无穷大 这是Z减A 等于Rho CN CN Z的N Dz 但是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减析 这是一个减析函数 所以 所以根据这科学积分定理 这个后面这一部分是等于0的 那么前面这一部分 当N 不等于1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这个积分 Z减A 等于Rho 那么C的负N 这是Z的N次 Dz 这Z减A 这应该都写成Z减A的N次 这是Z减A的N次 Dz 这是Z减A的N次 Dz 那我们知道 这个是根据科学积分定理的 那个推广的形式 我们这个是2πi 然后是C的负N 它的N减1阶的导数 再除以N减1的阶层 但是我们知道 C负N是常数 所以这个一定等于0 而Z减A等于Rho CN Z减A的N次 这个是解析的 所以这个也是等于0 不管N是不是等于1 这是N等于1 一直下去 当N等于1的时候 那么Z减A等于Rho 那么C的负1 除以Z减A 除以Z减A 然后Dz 这是科学积分定理 这就等于C负1 科学积分定理 科学积分公式 我们是 Z减A等于Rho 这是我们写成FZ 除以Z减A 这是2πi 这是2πi 我们直接把这里 这前面加不加2πi 1的都没关系 那么Dz 这是等于FA 这是我们科学积分公式 得出了的 所以它的流数 所以我们得到 在函数 在1点处的流数 就是它在这一点的 这Rho 罗兰展示中间的 负1次米的前面的系数 这是计算 那我们对于有多个点 我们有流数定理 我们说若FZ在区域 D类除去Z1到ZN之外 除去这些点之外 全存 或者是解析 而且FZ 而且FZ在D加上它的边界 在D我们把它记作这个B包 这是等于D加上它的边界 B区域 在这个B区域内 除去这些点 Z1到ZN外 是连续 那么在这个边界上的积分 在这个区域边界上的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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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所有孤立七点出的这个流数 加起来再乘上2πi 那么这个证明倒是不难直接直接用科西积分定理 我们可以直接证明 那我们例如说这是一个区域 我们就以两个点为例 这两个Z1Z2 我们这个是区域边界上的积分 我们一样的在这里 弄个小圆 那么我们本身的积分 这是它的正向 这个姿态的 这是它的正向 那我们根据负连通区域的 我们把这个连起来 我们就变成两个单连通区域 这两个单连通区域上的积分是为0的 这样的单连通区域积分是为0 但是这两个单连通区域上的积分为0 那我们这是两个单连通区域积分是为0 那我们可以看 这条线可以积过去 然后积过去 积过去 这样的顺序 积过去 好 然后这是一个 这是上面 这是第一 那么下面 下面下半部分 我们我们这里积过去 我们这里积过去 那么在所有直线上的内部 在直线上的积分是为0的 那么直升这个 我们把这个积作 这个积作C1 这个积作C2 那么 那么也就是说 在区域D这个边界上的积分 我们是在相当于在C1上的积分 等于在C1上的积分 加上C2上的积分 因为在这个边界 C1部分 本身是本身我们是这个是正向 那么在这里是加上这个C1 C1部分的反向 积分是为0 所以把它移到右边 就变成它是正向 那我们知道C1 在C1上的积分 这是等于2πi FZ1 再加上2πi 这是F在Z2上的积分 这就完了 对 所以根据科系 复联通区域的科系积分定理 我们直接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好 那我们已经知道了 在一点处的这个 这个流数 就是这一点处 它的楼浪展示的 负1次项的那个系数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来证明 去求一些积分 我们求积分 我们Z等于1 sin1 这样的积分 我们很显然 这个积分 用科系积分定理 我们是求不出来的 但是我们用流数定理 我们就可以求得出来 因为这个看起来是一个积分 我们也 也 也许你是想用这个 我们用参数化的方式 直接求积分 但是这个也没办法 因为你参数化 这是一个圆 x等于cos t y等于sin t你带进去发现还是挺麻烦的一件事 但是这个用流数定理就比较好计算 因为为什么呢 3z分之1 我们因为用流数定理求积分 我们只需要求c-1 我们只需要把c-1这项求出来 这其他的项等于多少 我们不管 那么3z分之1 那等于什么呢 我们把3z直接展开 它就是等于z 减上3的阶层分之z的三次方 加上5的阶层 z的五次方 再加上我们写成是2n加1的阶层 这是-1的n次 然后z的2n加1 加上什么什么 好 那这个全显然不是他的罗兰展示 那我们先把它提个z分之1出来 就会变成什么呢 1减去3的阶层 这是z的平方 加上5的阶层分之z的四次方 分之1 因为我们只关心c-1了一下 我们把分母写成 把后面这个分式分母写成什么呢 1减去后面所有的这一部分 这是3的阶层2z的平方 减去5的阶层z的四次方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是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个看成一个整体 1减z的1的1减1 等于sigma z的n次 n从0到无穷大 实际上就会变成什么呢 就会变成z分之一 然后是1加上上这个3的阶层 这是z的平方 减去5的阶层z的四次方 好 再加上这是3的阶层z的平方 减去5的阶层z的四次方 好 这是平方 但是我们至于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不管它 因为我们只关心z的负一次了一次 那我们把它乘进去 把z分之一乘进去 我们发现这是z分之一 加上后面都是解析部分 因为这是z分之一 好 这就变成3的阶层分之z 这是平方 后面这项这是平方 所以平方以后最低向是四次方 在立方以后就变成最低六次方 所以接下来的好 我们最多加上 最多加上这是3的阶层 这是z 再减去 那么这是 这有四次方了 那么这里还有四次方 那么后面的是什么东西 后面是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不管 所以我们得到的 所以这个积分 z等于1 这是3z分之1 dz 它就是等于2πi乘上1 这是我们直接计算的方式 就等于2πi 我们直接用罗兰公式 只是我们在展开罗兰展示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需要一点的技巧 但是我们用 我们要记得用流数定理来计算积分的时候 然后我们只关心c-1来一下 这是一种技巧 或者是也是一种计算 负变函数的积分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是用流数定理来计算 因为我们流数是这样的定义 我们要记得2πi 如果直接求积分 我们要在流数里前面 要乘上一个2πi 这是一个立体 我们不再多举 每次都要展开罗兰展示 有时候不是很方便 当然说在有些时候 我们会比较简便一点 特别是我们这个几点的几比较高的时候 那我们下一次我们讲流数的计算